他27岁 荣获一等功 31岁 授予八一勋章 三年内 出入雷场一千次 抬掉2400颗地雷 为了救下战友 他被地雷炸断双手 炸下了双眼 他就是排雷英雄杜甫国 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新兵蛋子 载到人人敬仰的排雷英雄 战友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先生 你退后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 这位英雄的传奇精灵 1991年 杜甫国出生于贵州尊义的 一个普通家庭中 小时候他就接受到了 红色文化的熏陶 他家门前的小路 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 所以就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19岁那年 和大学师之交臂后 他毅然决然选择参军 是要为国家人民做出贡献 但刚入伍的杜甫国并不拔肩 无论从体能还是专业特长来看 他都各方面似乎都不达标 但好在 他有一颗炙热的心 一颗永不言弃的心 自知天资不高 他就刻骨训练 每天起早贪黑 给自己加强训练 2015年 部队下达了一项扫雷任务 地点位于当年中越边境的云南 得知消息后 杜甫国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名 当有人问他 为何要去扫雷时 他说 当兵就要上战场 国家有需要 我就应该站出来 顶上去 来到扫雷大队后 杜甫国就下顶了决心 一定要帮助国家和人民 扫清编解所有的雷 但眼下 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他没有读过大学 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专业知识 对于扫雷相关的理论 他几乎是一窍不通 在刚进扫雷部队的时候 战士们就进行了一场专业测试 结果未出杜甫国的意料 他只考了32分 以最差的成绩垫底 这个时候就有人劝他 要不要放弃这个决定 我们都知道 扫雷工作的危险性 如果在作业的过程中 出现了任何一点失误 很有可能就会被炸成灰 当下从杜甫国的成绩来看 似乎还相差甚远 听完这些劝阻的话 杜甫国却没有受到任何打击 他悄悄在日记里 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优秀的扫雷战士 绝对不是天生的 当然 这种话不能是嘴上说手 为了达标 他每天玩的命一样地 学习专业知识 当时的杜甫国有多刻苦 当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悄悄打上了电灯 在被窝里看书 就连上厕所的时候 他嘴里都在温习着 学过的知识点 俗话说 努力都是有回报的 杜甫国当然不例外 一段时间下来 他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成绩 突飞猛进 从最开始的32分变底 再到后来的90分 杜甫国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没有谁天生就是合格的战士 只有不断的前景和探索 才能获得成效 而他也靠着这股 不服输的劲和力量 一步步成了对理念的佼佼者 航世文理论支持后 杜甫国开始加强 对实战经验的磨练 刚开始 他也只能跟在组长后面 细心地观察每一个细小的步骤 后来他不断要求自己 在细心的基础上 要发现技巧 创出一种新的作业方式 果然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独创了一种 名为田子切割法的爆破方式 连上级都夸 这种切割方式不仅安全 效率也提上去了不少 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杜甫国并没有感到骄傲 因为他明白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路程 容不得半点胡躁 在后来的训练中 他不断摸索出新方法 战友们通过他的方法 大大提升了精度和速度 他被称之为人民的雷神 为救战友 他被炸断双手 又炸瞎了双眼 他就是排雷英雄 杜甫国 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 他累积进出雷场 1000多次 排出各类地雷 一爆物2400多个 扫清了17.85平方公里的雷场 而他也从刚开始的排雷小白 慢慢成长为 一名技术精湛的排雷组长 但他的志向却不止于此 每次排雷的时候 他总是第一个进入雷区 面对少见危险的雷种时 他总是把队友挡在身后 独自一人面对危险 在马黑雷场排雷时 全队第一次遇到了反坦克地雷 正当战友们还在研究战术时 杜甫国就冲到了最前面 成功排出 他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排雷高手 永远都把危险留给自己 截止到2018年10月的时候 杜甫国队伍负责的雷场 已经被清除掉三分之二 眼看任务马上就要完成大板 但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意外的突然降临 彻底改变了杜甫国的后半生 2018年10月11日下午 杜甫国所在的大队 接到上级命令 到霸子雷场进行扫雷工作 接到命令后 杜甫国带着一名 叫做爱岩的战士 抵达了目的地 并选中了一处地雷密集的地区 随后 两人立马进入了状态中 仔细对脚下每一寸土地进行侦查 不一会儿 一个半路地面的地雷 映入了二人眼帘 这是一颗危险性极高的六七式手雷 这种手雷 杜甫国见过不少次 但这一次 似乎与往日有所不同 他的导火索因为打过蜡 可以在底下留存几十年不腐烂 存在着很大的爆炸可能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根据手雷附近泥土的形态判断 这下面很有可能是个雷窝 觉得事态重大 杜甫国就先把此事报告给了上级 上级在听完情况后 让杜甫国继续查探情况 看看他是否存在其他隐藏机关 接到指示后 第一反应就是对着旁边的爱岩战士说 你退后 让我来 这句话 是杜甫国战友们执行任务时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爱岩出于对组长的信任 果断听从的命令 退到了两三米的位置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手雷情况 简站又撤到了安全区域 杜甫国这才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脚下到手雷附近的区域 确认周围没有危险的存在后 他才慢慢靠近了那颗六七式手雷 杜甫国凭借以往的经验 认为有希望拿下他 然而 这颗手雷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危险预期 首先 他内部充满炸药 手雷的位置又刚好处于临界的状态 只要周围泥土出现稍微的松动 甚至是一阵风 都有可能将他引爆 杜甫国慢慢俯下身子 轻轻地拔开斧筒 他的身体下意识地护住队友的方向 正当他全神贯注对手雷进行探测时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手雷突然发生了爆炸 李赫兰同志 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杜甫国 向您报道 他27岁荣获一等功 31岁授予八一勋章 为救下战友 他被炸断双手 炸下了双眼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没有忘记军人的荣耀和责任 在死神面前站了起来 他就是人命的雷神杜甫国 2018年10月11日 杜甫国在雷场中 用身体挡住了身后的战友 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扫雷作业 刹那间 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 手雷突然发生了爆炸 在巨大的威力之下 杜甫国直接被炸飞到了一棵树上 他的防护服直接被炸开 头部以及躯干四肢 身上每个部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全身上下血肉模糊 而身后的艾岩 因为提前退到了安全位置 加上杜甫国身体抵挡 只是受了点轻伤 因为这一声巨响 附近所有的战士都被吓了一个机灵 随行军医赶到后 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临时的抢救和爆炸 随后赶紧送进了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医院听说有战士受伤后 赶紧从外科 骨科 以及烧伤科 各科门组成了救援小组 对杜甫国进行抢救治疗 看到杜甫国的第一眼 这些经验丰富的医生 纷纷流下了泪水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 杜甫国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的双眼和双手都没能保住 这一年 他只有27岁 却永远地失去了双眼和双手 刚开始 杜甫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命 他还想着早日康复 继续回到部队排雷作战 后来 他还是通过医生的谈话才得知 他不仅失去了双手 眼睛也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种巨大的变化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但当杜甫国得知真相后 他只是短暂地停顿了几秒 随后 他从容地告诉战友和父母 不要担心我 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后来 他不断安慰家人和战友 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 对于刚刚失去肢体的人来说 在手术后 一般都还存在着幻觉痛 就像刀割一般难以忍受 但在杜甫国的脸上 我们丝毫看不出痛苦的表情 这种顽强的意志 连医生都感到十分震惊 养伤的这段时间 有人曾问过他后不后悔 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说 不后悔 做一名优秀的排雷兵 一直都是我的愿望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 此后的每天时间里 杜甫国积极地做着康复训练 经过一年的努力 他也慢慢地适应了残疾后的生活 在年内 杜甫国已经实现了自主行动的能力 刷牙吃饭 洗澡穿衣 不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 他也有了新的职位 在南部战区广播站担任播音员 虽然他的双眼已经看不见 但却用他自己的声音 为华甲儿女传递着最坚韧的精神 为了表彰他的风险和牺牲 就在前不久 杜甫国被授予八一勋章 后半生全部由国家终生供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